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章 九十八頁 第六章 我們要討論的呢 也是政治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關於所謂的region region這個字呢 其實在我們的中文翻譯呢 蠻困難的 那麼比如說如果各位 像國際關係 我不曉得有沒有介紹到 像比如說 international regime 那麼 國際體制 那這個字 region就很難翻 在國際關係裡面的話 region這個字 就不曉得有多少的 不同的翻譯方式 有人翻譯什麼時候 國際建制 國際體制 國際什麼什麼制 然後我記得前一陣子 還有一位學者 專門寫了一篇期刊論文 來討論region這個字該怎麼翻 所以蠻奇怪的 那這個在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region的話 我們翻譯成體制也罷 翻譯成政體也罷 翻譯成政權也罷 大概都有不同的翻譯方式 那我想為了配合我們等一下討論的進度 我們姑且在這邊把region這個字 第六章就叫做政體 就政體 因為這一章主要討論的就是 我們當今各國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兩種政體 一種叫做民主 一種叫獨裁 民主政體跟獨裁政體 這是我們一般的翻譯方式嘛 這個democratic regime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獨裁的一些 這個dictatorship的region等等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把它翻譯成 政體可能比較合適這一章的 一個這個意義 那麼 所以這一章呢 大致上就如同我們黑板上所寫的 我們主要會探討的兩個部分 一個是關於民主的政體 一個叫做獨裁的政體 那獨裁政體的部分的話 大致上 又可以區分為兩個次類型 一個叫做威權獨裁政體 一個叫做 這個所謂的authoritarian dictatorship 另外一個叫做 這個極權獨裁政體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我記得我們今年的研究所入學考試 碩士班 我考了一個英文翻譯就是 totalitarian 極權獨裁 硬考的學生三百多人裡面 大概一半不會寫 我想說奇怪 這個字怎麼上完四年的政治學 我竟然連這個字都不認識 這個極權獨裁 這個政體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那麼這是我們這一張主要 要這個介紹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另外還有關於這個民主 它要實施有沒有一些先決的條件的一些討論 這也是政治學上長久的辯論 到底民主政治有沒有前提 是不是經濟規模要達到某一個程度 公民社會要成熟到某一種情況 才適合實施民主 這個其實在政治學裡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討論 這都是我們這一張要主要探討的部分 好那就請同學方開97頁 我們還是按照課本的內容 做一些簡單的討論 然後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補充 如同課本一開始所做的序言班 當進入21世紀之後呢 其實民主還是遭遇了許多的挑戰 那麼在1990年代的初期 當共產主義瓦解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一些學者 非常樂觀的提出所謂的歷史終結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們上個學期 比如說這個福山 就認為 這個到了80年代末期 90年代初期 當共產主義全面瓦解了 他就宣稱所謂的自由民主 這種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民主的政治制度已經全面獲勝了 歷史從此不密再寫下去了 但是事實上 到了90年代末期開始 我們可以發現 這世界上還是有很多的衝突 無論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所謂的族群之間的衝突 甚至一些一連串的金融風暴 一連串金融風暴從90年代末期 一直到21世紀 還是一直不斷的出現 那很多的民眾就抱怨 民主政治真的是一個好的體制嗎 比如說這麼多的一些金融風暴 一些經濟危機 尤其在面對危機的處理上 似乎民主國家普遍的效率不彰 就是不能夠很有效率的 很快的來面對這些危機 尤其是像金融危機 雖然最終也能夠解決 但這時間拖得蠻長的 很多人民已經破產了 很多公司已經倒閉了 那麼 所以呢 很多當危機出現的時候 這種民主國家 反而不能夠很有效率的 能面對這些問題 使得很多人懷疑到 民主政治是不是真的 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所以一直到了21世紀的今天 這個問題 仍然受到很多的一些關注跟辯論 相對的 比如各位看到課本這邊所談到的 很多人發現 其實你可以發現 從這個20世紀末年到現在 面對這麼多的危機 中國大陸 被大家普遍認為是一個威權國家 可是呢 他們似乎在金融風暴的 一次次的金融風暴的打擊上 他們並沒有太大的危機 反而是能夠有效的處理 並且呢 更重要的是他們經濟成長 還不斷的攀高 一直持續在成長 前兩個禮拜的報紙已經證實了 目前中國已經正式的超越美國 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已經排名世界第一了 所以當然就讓很多民眾懷疑 到底是這種威權體制 在面對危機的時候 是比較有效率的 還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真的是那麼好嗎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一直都在 在這個受到辯論裡面 當然有很多的甚至一些 轉型中的民主國家 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 就在懷疑 我們是不是未來真的要走 這種西方民主的 這樣子的一種道路 還是說 就像中國大陸一直引以自豪 他們具有中國特色的 這樣子的一種 或者說這種東方式的民主 那麼也就是說 簡單的說 各位看到這個引言的最後兩個字 叫做Market Authoritarianism 叫做所謂的市場威權主義 什麼叫市場威權主義 就是在經濟方面實施的是市場經濟 但是在政治上 仍然是採取某種程度的威權統治 所以這種所謂的經濟上走向市場經濟 但是政治上實施所謂的威權統治的這種運作 是不是對於許多的一些開發中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是更合適的 他們是不是以這種方式 更能夠有效的來面對危機 處理現在變幻莫測的全球化時代的一些 隨時可能出現的一些金融危機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一直在辯論 那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們說過 到了21世紀的今天 民主並不是像所謂福山所宣稱的 歷史已經終結了 民主已經大獲全勝了 其實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我們進一步來深思的 那當然這是目前大家的一個辯論 當然這個東西也很難會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這邊稍微跟各位做一點點小小的更正 各位看一下這個序言的這一段的倒數第七行 好這邊提到了中國大陸事實上就是威權統治嘛 他們的整個治理完原是最重要的決策機構 其實是由九個人所組成的中共 這是共產黨中共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好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員 那當然這本書呢是去年發行的 那當時的十七大以前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仍然是九個人 但是各位你們知道嗎現在有幾個人 現在已經改為七個了 也就是說在去年的11月15號的所謂的十八大 那麼最新一屆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目前是改為七人 所以這邊稍微做個更改 目前已經不是九人 現在是已經從2012年的11月15號的十八大 那麼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目前是已經減少兩個 現在是七個人 所以這邊我們要配合這個進度稍微做一些更改 現在是哪七個人啊 排名第一名叫什麼 習近平 對不對 以後就是習主席 倒過來念也是習主席 那麼 排名第二名叫李克強 就是未來的 習近平以後就是 他現在是等於說是中共的總書記嘛 當然以後就是所謂的這個 中共的國家主席 就是習主席 然後李克強排名第二名 那麼以後就是要接國務院總理 就是李總理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冷笑話 習主席說未來 中共如果說表現不好的話 我習主席三個字倒過來寫 李克強聽了馬上跟進說 那我也一樣 我的李總理以後也倒過來寫 那其實都一樣 倒過來念 不管 無論是習主席或是李總理 另外還有五位其他的常委 分別是 跟各位稍微念一下 一個張德江 余政生 劉雲山 王岐山 跟張高麗 目前是總共七個人 那除了前面的習跟李 是十七屆舊的常委之外 其他五個全部換行 這是中國大陸的話 大概每十年 整個政權全部輪替一次的 他們特有的一種 政權輪替的方式 那這是隨著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目前人數是改為七人 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說明 那麼當然如同剛才我們所說的 21世紀的今天 大家對於民主的辯論 其實上這並不是歷史上的頭一次 民主政治從一開始實施到現在 有非常多的辯論 大家一直討論民主的內涵 民主的目標 那麼怎麼樣才算是民主 對不對 那民主是不是具有某些的普世的一些原則 或者是價值等等 所以呢 我們剛才所討論的這些問題 甚至許多的一些開發中國家 對於民主所進行的一些辯論 這並不是上這個所謂的 民主政治的第一次的辯論 如同課本 各位看到第二段隨便所寫的 那麼其實早在十八世紀末 當美國開始實施民主政治之初 許多人當時 比如歐洲的人 普遍就看衰 覺得美國推出全世界 第一個總統制 第一個聯邦制 第一個共和體制 然後總統用民選的 竟然不是世襲的君主 所以在十八世紀末 當美國開始實施 這樣子的民主政治的時候 許多人並不看好 他們認為這樣子的一種 民主共和的體制 可能就如同歷史上的雅典 或者是羅馬一樣 只不過是昙花一現 不可能維持長久 而一直到了 十九世紀初的 一位法國人 叫做托克維爾 以後我們還會討論到他 托克維爾呢 那麼他到了美國 深入觀察 這是大概 這是早期的 所謂的這個 深入的觀察的一種研究 他發現 美國的民主政治 真的是有他可盡之處 美國的民主政治 他認為是成功的 並且是可以行之久遠 當然後來 他回法國之後呢 寫了書來 就是所謂的這個 民主政治在美國的運作 那麼也引起了歐洲人 非常多的一些反省跟重視 那麼當然托克維爾 他觀察到美國民主政治 他是生根於人民的日常生活 是根植於所謂的這個 公民社會裡面 他認為這是民主政治 能夠運作的最重要的基礎 這以後我們還會進一步來討論到 所以一直到了 大概十九過了半個世紀之後 經由托克維爾的 等於說是一個 這個 這個 肯定 才使得 所謂的 美國的 民主政治 才算是 為大家所認為 他是可以 這個 能夠 持續成長的一種 政治體制 當然事實上 然後很多歐洲國家 才開始 來學習美國式的 這樣的民主 比如說 立憲主義的精神 等等這些 在歐洲才開始掀起了 立憲主義的革命 可是無論如何 民主政治 從十八十九世紀開始 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紀 他仍然 面對了 好幾波的 來來去去的一些 這個 所謂的這個 潮流吧 就是有一波民主化的潮流 大量的興起 然後過了一陣子 逐漸逐漸的退潮 然後呢 很多人開始懷疑 然後後來又一波的 民主化的興起 然後又開始退潮 然後又產生一些逆流 等等等等 很多國家 從民主又重新走回到 這個所謂的 這個 這個 獨裁的一些政體 如同課本這邊 下面繼續所說的 美國呢 他的民主政治呢 大概到了十九世紀初年 逐漸為大家所肯定之後 有些國家開始 學習美國 開始實施民主 尤其最早就是歐洲國家 可是呢 不久之後呢 有些國家又開始倒退了 又重新回到了威權 包含連法國在內 對不對 他的共和體制的實施 現在是第五次了 從共和走回君主 又走向共和 又走回君主 來來回回好多次 那麼 一直到了 30年代的時候 碰到很多經濟大蕭條 一樣 那時候也要懷疑 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面臨 像經濟蕭條這種危機 反而當時很多的國家 看到了納粹 看到了這個 法西斯的 意大利 甚至呢 看到了俄羅斯 他們這些國家 實施了共產 實施了這個 所謂的法西斯主義 反而是能夠有效的解決 所謂失業率高漲的問題 控制物物價 所以那時候又有很多國家 開始羨慕這些獨裁政體 所以其實民主政治 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當然 課本這邊所提到的概念 雖然沒有寫出來 但是我們這邊一定要做個補充 就是所謂的Huntington 所提出來的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的東西 我們這邊稍微做一些補充 請不要試木神 都在說 是 不然 不然 等於 只是 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黑板上大致上借用美國一位哈佛大學很有名的教授Samuel Huntington的說法 那麼他提出來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就是當時他的90年代所觀察到的一種現象 那當然目前的話這個概念也為大部分的政治學者所接受 那麼所謂的第三波的意思是這樣子 Hannington認為民主政治事實上從過去到現在有三波的大浪潮 這個是wave浪潮起來 但是有浪潮就有消退的時候 所以也有消退跟出現逆流的一些狀態 那麼大致上Hannington所認為的第一波 當然在他的書裡面有一些年代 比如說他認為是從1824年 對不起1828到1926 但是我覺得年代不重要 他1928主要是指著美國 一般的白人的男性 普遍擁有投票權那個時候 他認為所謂的民主政治 不包含女性 不包含黑人 那個是不是代表民主 其實有爭議啦 所以大致上呢 那個年代我覺得不重要 主要是就是大致上的一個趨勢 第一波的話大致上就是說從美國跟法國相繼 實施所謂的共和政體開始 美國革命離開了英國獨立 大部分就是歐洲國家當時從所謂的軍主 專制或者威權統治走向民主的 法西斯政權的興起 共產革命的 俄國的成功等等 那麼都代表了這個民主化浪潮呢 出現了一些逆流 有些國家又重新的從民主回到了獨裁 像這個德國威馬共和實施了完之後呢 出現了這個希特勒的納粹的興起 重新回到了獨裁的政體 所以呢這是第一波的浪潮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那第二波的浪潮呢 就是到了二四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 那麼那個時候呢很多的所謂的 過去的殖民地的國家 那麼因為這個所謂的這個民族自決原則嘛 很多殖民地國家 紛紛的脫離了原來的這個所謂的殖民母國 而尋求獨立走向民主 那麼所以呢 這是第二波的民主化浪潮 大致上是從二四大戰快結束的時候開始 而這一波民主化浪潮大概持續到了1960年代 當時呢有大概50多個國家 從50多個國家呢 從所謂的這個威權走向了民主 這是Honyton眼中的第二波的民主化浪潮 當然這個所遍布的範圍比第一波更多 第一波大概主要是以歐洲國家為主 那第二波的話 比如說在很多的非洲、亞洲 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國家 拉丁美洲國家大量的走向了民主的政體 那麼這是第二波的民主化浪潮 大概有50多個國家也是波濤洶湧走向民主化 但是到了60年代的時候 航行長又觀察出了 又發現民主倒退了 民主又出現逆流了 很多的國家又重新的從民主走回了 這個所謂的威權統治 那麼比如尤其是在很多拉丁美洲國家 民主很短暫的實施之後 又重新出現了強人政治 這個其實這個狀況到現在還存在 各位看看委內瑞拉這些國家等等 所以民主實施了一陣子 又重新回到了威權 強人政治又出來了 軍人統治又出現了 等等等等很多國家重新的又回到 甚至一些走向民粹主義 所以呢很多的拉丁美洲國家 民主洗禮了 不久又重新回到了威權 所以這是第二波民主化浪潮 然後到60年代呢 開始全面的消退 那麼當然重點是第三波 航行長觀察出呢 大概從1973年74年開始 這是他所認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所以我們這邊寫1970年代 那主要是開始於伊比利半島 就是西班牙葡萄牙 主要是從葡萄牙開始 葡萄牙大概在1973年74年 爆發了所謂的未官革命 推翻了葡萄牙當時的所謂獨裁統治 走向民主 那麼受到葡萄牙的影響 他旁邊的西班牙 也是擺脫了長期的這個威權統治 那麼走向民主 所以說從葡萄牙、西班牙開始 這是Honeyton所謂的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當然這波民主化浪潮 最高峰是出現在80年代 但後來陸陸續續的也是一樣 其他的很多的一些 所謂的新興民主國家 逐漸的出現 在非洲、在亞洲 在拉丁美洲很多的國家 又開始走向了民主 那麼最大的波浪 是出現在80年代的末期 那80年代末期的話 我們當時稱為最大的這一波 稱為叫蘇東坡 蘇東坡 請注意這個坡是三年水的坡 不是土字旁的坡 土字旁的坡是我們中國古代北宋的一位文學家 蘇東坡是蘇聯東歐的大波浪 蘇聯東歐的民主化這個波浪 也就是我們知道從80年代末期開始 從蘇聯解體到許多東歐國家 紛紛放棄了共產主義走向民主 那麼這是一波非常大的民主化的浪潮 所以呢 這個算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個最高峰 但是呢進入90年代之後 蘇東坡浪潮也漸漸消退了 那有一些國家又開始出現了一些 反民主的浪潮 甚至出現逆流 當然其中比較有名的像當時的緬甸 緬甸的軍事強人 重新的血腥的統治 然後呢當然更有名的是1989年的 中國大陸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等 逮捕了非常多的一些 甚至殺害了許多的一些 要求民主的一些學生等等 所以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使得民主呢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呢再度的受挫 那到了90年代之後 似乎這個民主化浪潮也漸漸的接近了尾聲 那什麼時候結束的 我們也不曉得 但是大致上學者會說 大概到90年代之後呢 這個波民主化浪潮大概就漸漸的消退了 那航行人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就這樣子了 所以也沒有人能夠再說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底是哪一年結束的 或怎麼樣 這其實沒有 我覺得年代本身沒有太大意義啦 就是說大概90年代之後 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 八年代的最高峰 逐漸逐漸又消退了 再加上我們剛才所說的 一連串的金融風暴的出現 使得很多國家又重新懷疑 所謂民主政治的在解決危機上的一種效率 很有趣的問題是 這兩年一個在全球政治學界 非常有趣的話題是 不管第三波浪潮是不是已經過去了 當然有些人開始提出這個概念 當然不是Huntington 因為他已經死了看不到 有些學者提出 是不是最近這兩年出現了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什麼叫第四波 當然有些學者會認為說沒有啦 其實第三波還在持續啦 第三波並沒有結束 這是一種說法 那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第三波其實在90年代已經結束了 現在最近這兩年主要是什麼 就是各位可能時常聽到叫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 那麼也就是說 在過去被許多學者 這我們這一章會繼續談論到的 我們這一章會繼續討論到的 就是所謂的 大家認為所謂的民主 目前從全球的觀點而言的話 民主實施的狀況最不理想地區 就是所謂的伊斯蘭世界 阿拉伯世界 他們普遍還是實施所謂的威權 甚至所謂的以宗教 宗教式的威權獨裁的這樣的一種政體 所以呢 連這個被認為民主化程度最低的 這個區域 那麼隨著這個 北非一連串的 所謂的這個民主化的運動 開始 那麼埃及 利比亞 然後另外 那是什麼國家 最早的 圖尼西亞開始 那麼 甚至呢在阿拉伯半島上 也有好幾個國家也出現了 要求民主的呼聲 連中國大陸都希望能夠繼續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呼聲呢 能夠重新的來 尋求他們 部分的人士對於民主的一種渴望 所以呢 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學者樂觀的提出來 無論這是第三波的持續 或者是甚至所謂的第四波民主化 是不是已經到來了 就是最難被民主化的一個區域 連回教世界都開始 尋求所謂的民主化 當然這個部分呢並沒有答案 並沒有一個舉世而接受的答案 有些學者肯定第四波已經出現 並且現在仍然在持續 但是也有學者並不認為 他認為兩三個國家的個案 並不足以代表一個所謂的 民主化的一個浪潮的到來 那現在似乎這一年來 這樣子的浪潮似乎又好像不是非常的興盛 如果跟前三波的比較起來的話 如果兩三個國家推翻了威權強人 走向民主 當然現在所謂的民主 有時候我們還要再進一步的觀察 比如說埃及 比如說利比亞 對不對 強人走了之後 是不是民主就一帆風順了 伊拉克的狀況到底現在是怎麼樣 所以目前還有很多學者 並不是那麼樂觀的認為 所謂的第三波 第四波的民主化浪潮 真的已經降臨 所以這仍然是一個辯論中的議題 只是在這邊 所以我這邊畫一個問號 提供同學做一些參考 第四波到底來了沒有 或許你們心目中也會有不同的一些答案 好這就是我們回到課本 97A這邊所談論到的 那麼民主事實上不是一帆風順的 從美國到現在200多年來 其實來來去去的 按照Honeyton的說法 已經有了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但是也都有退潮的一些這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是 各位看到97A最後一段 民主跟獨裁這樣子的一種辯論 也會繼續的持續下去 過了200年 學者並沒有定論 各國之間的觀點也沒有一致 而這樣子的辯論 終究仍然會繼續的持續下棄 當然另外值得我們重視的是 其實民主跟獨裁這兩個字 也並非絕對的二分法 很難能夠就是一刀切下去 某些國家就是民主 某些國家就是獨裁 非黑即白 也就是說 就是被一般人普遍認為民主的國家 他們也可能會有很大的程度上的差異 就算是獨裁的國家 也有許多程度上的差異 所以我們雖然這邊簡單的區分為三種類型 民主、威權獨裁、極權獨裁 但是事實上更好的方式 似乎可以把它們視為一種 所謂的連續的光譜的概念來看 民主跟獨裁 事實上我們說很難能夠一刀切下去來看 基本上它可能是個Spectrum 就是像是顏色漸漸由深往淡 過去 它只是一個光譜的概念 我們只能說以這個圖而言的話 越往右邊的是越民主 越往左邊的可能是越獨裁 可是事實上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 目前民主政治的一些重要原則 也很難有哪一個國家說它百分之百全部都做到了 比如說我們民主國家舉例來說 我們要求的是政治平等 哪一個國家敢說他們真正做到的政治平等 包含美國都不是 這個書裡面作者自己都認為 美國在很多方面仍然沒有辦法來達到一個所謂理想的境界 所以我們只能說越往右邊是越理想的一種類型 但是哪一個國家真的能夠百分之百完全做到 都蠻困難的 我們只能說越接近吧 舉例來說 可能怎麼美國英國是比較接近的 繼續往這邊繼續努力 那台灣可能在這邊也是繼續往這個方面走 可是到了哪個程度就是說 它叫做民主 其實有時候很難說 這中間很難能夠完全的分類 那越往這邊走可能就越獨裁了 可能中國大陸過去在這裡 那現在已經漸漸往這邊移動了對不對 緬甸可能過去在這裡 這兩年往這邊移動了 可是還沒有找到民主 一般來說所謂的民主的這個階段 但是像是北韓等等 可能還是在非常左邊的地方 所以它可能只是一個光譜的概念 這邊是極權的 這邊是威權的 這邊是比較硬性的威權 這邊是比較軟性的威權 這種名詞學者創造太多了 各位不要理他 那麼反正從越獨裁到越民主 它可能是個連續光譜 我們很難能夠完全的一分為二來看 所以這個可能是我們來理解 在對於民主獨裁在分類上 在政治學上所面對的一些困難 因為它是一個光譜的概念 但是仍然我們可以有一些 值得我們重視的部分 我們留待下一節上課呢 繼續來加以進一步的討論 好我們這一節課先上到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談過呢 其實關於民主跟獨裁之間的辯論 無論在學術上 事實上並沒有一個完全的定論 那麼而在實際的運作上 各個國家對於民主跟獨裁之間 事實上也沒有一個完全的一致的方向 我們說過呢 它在分類上 從學術上而言不是太容易分 所以我們可以用光譜的概念來看 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或是達到了哪一個點 就一定叫做民主 否則一定叫獨裁等等 其實這都是一種程度上的 一種差異性而已 然後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也可以發現 許多的國家 事實上是一直擺盪在 民主跟獨裁之間 或者在民主跟獨裁之間 一直不斷的進進出出 進入到了民主 過一陣子 民主又崩潰了 又回到了獨裁 然後又過了多少年 又進入到民主 然後又重新回到獨裁 這種在民主跟獨裁之間 來回擺盪的例子 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當然也有一些國家 如同課本上所提到的 它看起來好像實施的是民主 但是呢很多國家並不以以為然 那麼甚至有些國家呢 那麼它只是表面上 有形式上的選舉 選舉可能也有一定的競爭性 但是事實上 那這個人可能透過選舉 取得了民主基礎當選之後 他的權力是完全不受到限制的 然後呢甚至呢 侵犯到一些人民其他的一些 政治權利 所以呢有些這樣子 雖然它只是空具有 選舉式的民主之殼 但事實上 骨子裡仍然並不認為是一個真正的民主 國家 所以其實民主 如何來看待 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些層面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有些國家它只是圖具民主之名 它 但是事實上 確實實施獨裁 當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我們 所說的像是 維尼瑞拉、查維茲 他時常號稱他是民主 他們也有真正的 相對而言 還算是蠻有競爭性的選舉 可是呢 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 就完全不理憲法的規範 在實施他的獨裁統治 所以這樣子的民主 我們無以明知 有些學者把它稱為 請各位翻到98頁 98頁呢 我們這邊稱為叫 Illiberal Democracy 各位如果看到98頁的 中間的左邊的一些 簡單的名詞解釋第三個 叫做不自由的民主 這好像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 名詞把它兩個放在一起 當然這邊也有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那麼 所謂的民主不見得一定就是自由 民主跟自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呢 有些學者把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子的國家 他只是圖具有選舉式民主的 這樣的一種過程 但是實質 卻是一個獨裁的一種政體 我們把它稱為叫 所謂的Illiberal Democracy 那也有些學者 把它稱為另外的一些不同的名稱 來稱呼這樣子的一種 民主的一種形式 我們稱為這種不自由的民主 所謂的Illiberal Democracy 所謂的假民主 Sudo Democracy 都有這樣子的一種說法 那麼 這些國家的話 那麼他們的表面上 實施的是一種民主的選舉 但是事實上的話 它並不完全等於人民都擁有充分的自由 所以 我們看來這邊的 定義的話 關於所謂的這個不自由的民主 那麼它就是說的 那麼一些體制 一些政體 他們雖然是民主 雖然是選舉的 但是卻缺乏民主的品質 比如說 公民的權利啊 或者是政府 是受到限制的 其實都沒有達到這樣子的標準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有些政府的權利是完全不受限制的 然後呢 這個公民權益 公民的權利 仍然是受到 政府當局高度的迫害的 那這樣子的一種國家 雖然他們定期的舉辦了選舉 但是基本上 並不能夠稱為真正的民主 我們只能說它是個假的民主 或者是所謂的不自由的民主 所以 當然這些名詞呢 在一些相關的民主的理論的討論中間 都會出現 各位同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各位看一下98頁的最上面 這個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表 好 就是table 6.1 那麼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的 民主跟獨裁呢 或許它只是個光譜的概念 所以呢 對於所謂民主跟獨裁本身 你如何來觀察它 很多學者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提出許許多不同的指標 好 就是許多重要的一些指標來檢驗 怎麼樣的國家算是民主的 哪一些國家 好 算是一種所謂的過渡型的 哪些國家是屬於威權或獨裁的 那幾個重要的指標 在table 6.1 都會呈現出來 我們不妨來看一下 那麼 在table 6.1裡面 作者呢基本上 把幾種所謂的政體 分為四種主要的類型 最左邊的就是民主政體 代表性的國家 像是美國跟西歐 另外一種叫所謂的transitional 所謂的過渡型的或轉型的 國家就是無論是從威權走向民主 或者是從民主又倒退回威權 就是在轉型中的這些國家 好 舉例來說像是奈吉利亞 或者是像俄羅斯 都還不能夠稱為真正的民主 都仍然在轉型中 第三種呢 好 是所謂的威權 代表性的國家像是伊朗 跟中國 在他的分類裡面認為是威權的 然後最後是所謂的極權 Totalitarian 代表性的國家像北韓 或者是古巴 那麼衡量指標 常被學者所使用的 來衡量這些不同政體的 重要的衡量指標有哪些呢 好 這邊列舉了蠻多的 第一個呢像是median 媒體 第二個party 政黨 第三個election 選舉 第四個power 就是政權 這個政權本身是不是有輪替的等等 我們等一下再進一步看 然後接下來呢 意識形態 憲法 公民的權利 利益團體的存在 經濟 軍事 跟所謂的貪腐的程度 好 這都是一些做比較政治的學者 常常來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化的 一些重要的指標 我們不妨來仔細的來看一下 第一個從媒體控制的角度 而言的話 民主國家對媒體的態度 基本上是free 自由的 媒體是自由的 好 所以一般來說 這是來衡量民主國家 另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看這個國家的媒體的運作 好 算是一個自由的這個狀況 那麼第二個在轉型中的國家的話 往往媒體是受到curb 是受到一些控制的 是有這個受到限制的 而在威權國家裡面的話 媒體往往是順從的 基本上媒體就是這個政府的傳聲筒 對不對 它是順從政府的意志的 那最後一種在極權國家裡面 媒體基本上是state control 是完全是由國營的 是由國家所管理的 這個叫做不同的 當然我們說過這都是程度上的差異 程度上的差異 那麼這是媒體在不同的 政體裡面的一種這個方式 第二個party 民主國家的政黨往往是很多的 而在轉型期的國家 政黨往往是一個one dominant 就是一個具有支配型的政黨的存在 他們不是說沒有其他的政黨 但是往往一黨獨大 就是one dominant 一黨獨大的這樣的情況 這往往是視為轉型期的國家 在威權的國家的話 往往是存在一個政黨 或者是根本沒有政黨 這怎麼說呢 舉例來說 像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的話 它是威權國家 君主式的威權 這以後我們會討論到 沙烏地阿拉伯的憲法裡面 那現在還不允許政黨的存在 他們實施君主統治 根本不要政黨 政黨這個黨嘛對不對 這個黨同伐異 根本不要讓政黨存在 但是呢 反而是在極權獨裁國家裡面 一定會有政黨 一定會存在一個政黨 並且那一黨就是完全的 就是一黨領政 這個無論是法西斯式的 或者是共產黨式的 是一定要靠那個政黨 那個政黨反而是統治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這是在不同的 對於政黨的 在政體裡面 對於政黨的態度 第三個Election 選舉 民主國家的選舉 是充滿了競爭性的 Competitive 那麼過渡型或轉型型的 這個政體的話 它的選舉往往是充滿了瑕疵的 有很多的一些問題的 但基本上還是有選舉 只是有瑕疵的選舉 威權獨裁政體的話 選舉是被操控的 往往就是 只是統治者的一種工具而已 只是做好看的 那當然 最後一種Tolitarian的話 他們也可能有選舉 可是選舉基本上是 它是用fake 用假的 根本就是假的選舉 舉例來說 目前的話 那麼這個 一些北韓 古巴 甚至中國大陸 我們都可以認為選舉 根本就是假的 這是好玩的 那麼 第四種呢 power 政權 這是衡量不同的 形態的 政體的很重要的標準 在民主國家政權 我們時常出現的是 這alternate among parties 就是時常會有政黨輪替 時常會有政黨輪替 不同的政黨來掌握power 來掌握國家的權力 這是民主國家常見的形態 而在轉型級的國家的話 它的政權呢 可能會突然出現 非常劇烈的轉變 一個獨裁者突然被推翻了 等等 他們的 往往一個獨裁者 長期執政 他如果 這個下台也可能是非常劇烈的 非常比如說革命 像我們最近看到的 阿拉伯之村之類的 這個權力就突然的 產生非常戲劇化的轉變 那 在隨著威權獨裁國 國家的話 那麼權力政權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 那麼 而在 極權獨裁政體的話 往往權力是集中於一個 單一的領導者的手上 比如說 古巴 不用講 卡斯楚 從他到他弟弟 現在是單一的領導者 那 北韓更不用講 已經傳了三代了 從祖父 父親 到兒子 對不對 都是天眾英明的領導者 都掌握在單一的手上 這是所謂的totletarian 意識形態方面的話 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多元的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談到 下個禮拜會談到 那麼 而在轉型期的國家的話 意識形態往往是有限的範圍 就是 意識形態可能存在 但是呢基本上範圍並不大 那麼威權獨裁國家的話 意識形態不存在 或者是根本就是假裝的 我覺得這邊有點諷刺中國大陸 號稱有共產主義 事實上完全不是共產主義 那麼 這個叫做假裝的 那當然在極權獨裁的話 意識形態往往是怎麼樣 是非常激進的 非常好戰的 這種意識形態 那憲法方面來評量這四個標準的話 那麼在民主國家的憲法 是限制政府的 請注意憲法主要的作用是 限制政府的權力 是從立憲主義的精神 而保障人民的權力 它是restrained government 那在轉型期的國家的話 憲法往往是被選擇性的解釋 有些憲法條文他們會遵從 有些就不太遵從 憲法只是選擇性的解釋 那在這個威權獨裁國家的話 憲法只是限制個人的 是要這個讓政府權力擴大 然後限制個人自由的一種工具 那當然最後一種 politarian的話 在這種所謂極權獨裁國家憲法 只是公在那邊好看的 只是當共品 公在那邊好看用的 那當然這是所謂的極權獨裁的國家 那在公民權力方面 我們把它講快一點 公民權力方面的話 在民主國家是受到保障的 那麼在轉型期的國家的話 是非常脆弱的 那麼在威權獨裁國家 公民權力是很少存在的 那麼在極權獨裁國家 公民權力根本是不存在的 利益團體部分的話 那麼在民主國家 往往是有很多的 並且是充分自主的 利益團體互相進主 這我們下禮拜會談到 這樣子的民主模式 在轉型期的國家的話 利益團體是受到威脅的 是很多的 在極權獨裁國家的話 威權獨裁國家的話 利益團體或許存在 但是卻是在政府指導之下的 State Supervised 政府指導的利益團體 政府完全要控制它 像中國大陸的話 現在所有的團體 都有黨委書記在裡面 來作為監督 那在極權獨裁國家 利益團體根本不存在 根本沒有自主性的利益團體存在 在經濟方面 民主國家多半實施的是市場經濟 那轉型期的國家是部分的市場經濟 那在威權獨裁國家 很多的國家都是所謂的部分的國營 還是有部分的國營 像中國大陸現在所謂的國營企業 還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然後在所謂獨裁國家 無論是極左或極右 多半都是國營企業的存在 在對於軍文關係上 所謂軍文關係就是軍人跟文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你看我們民主國家的話 國防部長一定都是文人擔任 越是威權的國家 國防部長越是軍人出身的 台灣是漸漸從軍人走向文人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基本上文人擔任市場非常少 多半還是具有軍事背景的擔任國防部長 那麼在民主國家的話 軍人 軍隊完全是承服 服從於民選的政府官員 軍文關係的話 軍是完全是服從民選官員的領導 而在轉型期的民主國家 軍人往往還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 當然最重要的名字像是泰國 泰國的軍方仍然對於內閣的運作 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那麼在威權獨裁國家的話 軍人跟文人之間的關係 往往是糾纏不清的 軍人跟所謂的文人的政體之間 關係是錯綜複雜的 然後在極權獨裁國家的話 那麼軍人也是一樣是完全受到這個執政黨的控制 執政黨控制 中國大陸一直還有這個傳統 對不對 你真正掌權的 不僅是要做共產黨的黨的總書記 更重要還要做軍事委員會的負責人才可以 像那時候過去的鄧小平 雖然不是做總書記 但是他還是所謂軍委會的主席 掌握軍人槍桿的出政權 所以這個黨掌控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後呢 在所謂的腐敗的部分 其實這也是蠻有趣的一個指標 很少有人會注意到 以這個來衡量民主跟獨裁 那麼在民主國家 腐敗的狀況是比較輕微的 不是說沒有 但是比較 minor 但是呢 在轉型期的國家 腐敗的情況 燙污腐敗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 而在威權獨裁國家 是非常弥漫的 就是到處都是腐敗 那麼最後呢 極權獨裁國家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他們不見得會曝光 因為他們媒體不見得是公開的 他們不是沒有 你說共產黨最近幾年 改革開放之後 腐敗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難道過去沒有嗎 還是有啊 只是過去根本不可能上報 對不對 不可能見報 好 那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過去威權的時期 難道沒有燙污腐敗的現象嗎 當然還是有 只是那時候不可能被媒體公佈 那現在的話 看起來還蠻多的 但事實上就是媒體 它會公佈這些事情 所以那麼 當然越是民主的國家 我們看看現在高度民主 像北歐這些國家的話 往往它的清廉指標 也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台灣的清廉指標 在全世界而言的話 雖然還算不錯 但是並不是太前面 所以我們這一方面 當然還要繼續的努力 好 這是大致上 當然我們說這都不是絕對的標準 只是提供同學做個參考 而這些也都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 但是往往這些 index 這些指標 是很多的學者 大概綜合起來 來對於這些不同的政體 所做的一些 評判的一些標準 好 這是一種 當然這個都比較偏重一些 直化的一些東西 但是也有些同學呢 也有些學者 會做一些量化的分析 當然在這個所謂的量化的民主跟獨裁部分 最有名的 我們這邊特別引用的 就是Freedom House 是美國的一個NGO 美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 一個非營利組織 他們長期的 對於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來進行一些 所謂的量化的一些 所謂的檢驗 那麼各位請看一下 99頁 table 6.2 我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檢驗的標準 基本上呢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 他們每一年都會定期的公佈 全世界各國的所謂的自由的程度 而所謂的自由程度 他們是主要有兩個重要的檢驗指標 那麼一個叫做Political Rights 一個叫Civil Liberty 這是自由之家 長期以來他們所進行各國的 所謂自由程度的一種 檢查的標準 兩大類 一個叫做政治權利 一個叫公民自由 當然這是兩大類 但是政治權利跟公民自由裡面 又包含了非常多的子題目 他們每年事實上各國都會來 比如說有一些人會檢查 各國的各種的一些過去一年的表現 然後做一些量化的問卷 或者是一些專家訪談等等 比如說台灣 他們每年自由之家可能會來台灣 來訪問一些專家學者 然後他們對於該國去年的表現 在各種指標 還有很多題目 幾十個題目 叫你回答 從一分到七分 這樣給分數等等來評分 不是一到七 就是非常好 好等等就是給你這樣指標 那當然這些指標呢 各國基本上都一樣的方式來做 所以他們在這兩大類 一方面歸類成政治權利 比如說有沒有什麼 集會結社的自由啊 等等這些 信仰的自由啊等等 這個公民自由部分 比如說像是媒體自由等等 這些很多題目 來問 然後來做一些統計 然後他們會給予各國 就是根據這些各種資料的來源 就收集整理 歸納之後給分數 分數基本上是這樣給的 政治權利是從一分到七分 然後公民自由也是一分到七分 一代表最好 七代表最差 然後呢各位看到 99頁的table 6.20是怎麼樣 這分數怎麼出來的 就是把這兩者 加起來除以二 好舉例來說 我們看到99頁的上句上面 美國 他在2010年的ranking排名 是一 一是怎麼意思 就是說美國 在政治權利上 被認為是相對而言 他是第一是最佳的 然後呢 在公民自由上也是一 是最佳的 所以呢 加起來除以二就是一 這一是這樣來的 請各位就了解 他是這樣給的 分兩部分 政治權利一到七 公民自由一到七 然後加起來除以二 所以你看到1.5 1.5是什麼 可能有一個國家 在這個方面得到1 在這方面得到2 對不對 這樣加起來就是1.5 好這是這樣子來 計算各國的狀況 所以分數越少的 代表這個國家自由程度 越高 分數越低的 代表這個國家自由程度 至少在 所謂的政治權利 跟公民的自由角度而言 是比較表現不好的 好這樣來算 那好這是table 6.2就是2010年 所呈現的狀況 那在這個圖上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China 倒數第四個 分數是6.5 然後最後兩個 一個是Burma 好就是緬甸 一個是North Korea 北韓都是7 都是7就不用講 這兩項都是7嘛 都是最差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在分數的給予上 怎麼樣稱為free 凡是兩個加起來除以2 分數呢 在2.5以下的就稱為free 2.5以下的就稱為 這個國家 稱為一個自由的國家 而分數在3到5之間的 稱為partly free 叫做部分自由 3到5之間的叫部分自由 然後從5.5以上的 5.5以上的就稱為not free 所以它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所以是1到2.5 然後3到5 然後5.5到7 這是自由之家 他們所做的各國的 自由程度的一個評比 那這是2010年的狀況 那我特別去查了一下 那我們2013年的狀況怎麼樣呢 台灣 當然大家比較關係台灣 台灣在自由之家的比例是怎麼樣呢 2013年台灣的狀況是這樣子 2013年台灣的分數呢 這是最新的2013年的分數 2013年台灣的分數跟2012年完全一樣 台灣呢在這兩項上 political rights 台灣得的是1 civil liberty 台灣得的是2 然後呢 所以台灣總分數多少 1.5 是被歸類成free 自由的國家 台灣曾經 曾經有幾年 這兩項都是1 這兩年 就是這兩年 我印象所及 因為我每年都有看這個報告 我事實上 我也是被調查者之一 那麼 那麼 這兩項分數的話 台灣有好幾年都兩項都1 但是 這兩年 在公民自由方面掉到2 掉到2 那 稍微降一點 但是1.5還是很高啦 就是 認為還是free 在全世界而言 還算是一個 非常領先的一個國家 我的了解啦 之所以 自由之家會把這兩年 台灣的civil liberty 變成2的話 主要是因為台灣 最近的一些事件 比如說 像是這個 媒體 媒體的 壟斷的 爭議等等 還有一些司法的一些案件 等等 還有一些腐敗 就是貪污的一些狀態 所以呢 台灣在civil liberty方面 是放到2 稍微降了 一級 但是總分數1.5的話 還算是蠻高的 我們還是可以引以為傲 這個自由的 至少在國外人的角度看起來 那麼 China 那麼中國的話 這2013年的分數的話 這兩項分數分別是 好 我們說這是台灣 好 中國大陸 2013年的話 這兩項分數分別是 7跟6 所以是6.5 跟2010年好像一樣 對 跟2010年一樣 所以目前中國大陸的話 在政治權力方面 還是敬陪莫作 那麼在公民自由方面 升了一級變6 所以平均是6.5 但是還是not free 還是非自由的國家 這是China 那麼北韓我也查了一下 那真的很厲害 北韓兩項還是一樣 繼續纏連都是7 所以總平均也是7 那麼 這是北韓的狀況 Burma 緬甸 從2012到2013到 有很大的 也不是很大的 對算蠻大的改變 2013年緬甸的話 我們知道在2010年的話 那時候兩項是7 一定兩項都是7 對不對 今年的話 緬甸這兩項分數是 一個變成6 進了一級 那公民自由方面變成5 所以合起來是5.5 所以緬甸已經從7 躍升 不能說躍升了 已經變成5.5了 但我們知道 因為緬甸 這兩年來的所謂的民主化 尤其是翁山蘇姬示範了之後 那麼 情況呢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的話 算是一個蠻大的鼓舞 所以緬甸在所謂的民主化 或自由程度而言的話 雖然現在 那麼5.5算是什麼 還是Not Free吧 5.5還是所謂的這個 Not Free 但基本上的話 緬甸已經從7 進步到5.5 那結果北韓非常 這個堅持的 嚴守7的這個陣容 好 這是這個北韓的狀態 另外 那麼對照一個國家 我想可能各位同學 比較有興趣的 新加坡 新加坡在自由之家的平均上 情況如何 那麼2013年 新加坡在這兩項分數上 分別是4跟4 平均是4 那麼 那麼 所以新加坡基本上 目前還是被認為是 Propriety Free 叫做部分 自由的 國家 部分自由的 國家 那無論是在所謂的政治權利上 跟公民自由上 那麼新加坡 至少從 自由之家的角度而言的話 都不是 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case 也是西方學者 時常討論的 一個經濟上高度自由的國家 金融自由等等的程度 往往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國家 但是呢 經濟 金融 各方面充分自由 但是在政治上 卻被認為仍然不是一個 自由國家 仍然是Party Free 只是部分自由的國家 那麼無論是在這個 政治權利上 我們在政治權利上 目前新加坡的競爭 政黨競爭 仍然不是一個很公平的競爭 那麼在公民自由上 當然還是受到很多的限制 對不對 連吃口香糖都不可以 等等 所以呢 它都還是4跟4的一個分數 那台灣當然在這方面 遠遠領先了新加坡 好 這是那麼給各位同學做 就是從自由之家 這是進行每一年 它定期公佈 這是一個長久 也是被各國所重視的 因為它已經進行了非常非常多年 每年定期公佈了一個 全世界的自由的一個指標 我想我們學政治的同學 對這一份報告 不管你贊不贊同 但是都要注意到 這一份在全世界深受影響的一個 各國自由的一個評比 那目前台灣在這個自由之家 比比上這些年來一直都還算是 維持一個不錯的一個表現 好 這是無論從量化或質化 對於所謂的民主政治的一種這個理解 好 只是給各位做一些參考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進入到民主政治實際內容的一些探討 好 請各位回到前面98頁 那麼民主政治 首先我們要探討的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好這個我們翻譯 representative大家知道就是代義嘛 代表對不對 那麼所謂的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就是所謂的我們所說的代義民主 或者是所謂的間接民主 為什麼我們探討所謂的民主政體 一開始首先要介紹的是所謂的代義民主 那麼當然我們也其實也都了解 因為今天在全世界這麼多的國家 被號稱民主國家真正在運作的 都是代義民主 當然民主政治最高的理想是 每一個人民都可以直接參與到決策過程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那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無論是國大國小人多人少 那麼其實直接民主它只是一個理想 在某一些層次某一些議題或許有可能 但是呢絕大部分的時間 真正可以運作的民主 到今天我們仍然無可避免的 還是使用代義民主的方式 它是今天的21世紀的各國的民主政體 真正在運作的一種主要的民主形式 當然未來隨著網際網路 隨著資訊越來越發達 民眾隨便拿一個手機 就可以來表示意見的時代 以後的直接民主有沒有可能 當然很多人認為樂觀的是有可能 但很多人說就算如此 它也不見得有時間去對每一樣事情表態 它也不見得有時間去了解 每一樣事情背後的一些複雜的決策過程 或者是一些考慮的因素 所以到底無論如何 代義民主至少在我們可預見的將來 它仍然是大部分的民主國家 運作的最主要的一種形式 當然 民主政治有太多的內涵 要在座各位 每個人給民主下個定義 說你每個人寫的也都不太一樣 那麼 所以說無論如何 對民主我們還是要 要比較有一些比較精緻的一些討論 那麼 也很有趣的是 到了21世紀的今天 其實從各國實際運作狀況來而言的話 每個國家都號稱他們是民主 有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公開宣稱 我們就是不民主 我們就不要民主 沒有國家這樣子耶 連中國大陸都號稱他們是民主 只是他們的民主跟西方的民主不太一樣而已 對不對 沒有人敢說我就是反民主 中國大陸其實一天到晚就把民主掛在嘴上 甚至你看看我們課本上這邊所說的很有趣 北韓 俄羅斯 或者像一些很多的國家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因為反而在過去的話 我們看到冷戰時期 越是共產主義的國家 他們越喜歡把人民啊民主啊這個掛在嘴上 並且寫在他們的國號裡面 如果各位查一下北韓 他們的正式國名是什麼 叫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你看把我們所知道的概念全部放進去了 民主人民共和 可是它卻是七 對不對 過去的北越過去的東德 幾乎每個國家裡面都有民主兩個字 過去的北越叫做越 但現在還是一樣叫越南民主共和國 所以呢就連北越就連東德就連北韓都號稱他們是民主 那到底什麼是民主 所以當然這是我們政治界的同學 必須要特別了解的一個這個仔細思考的一些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剛才曾經說過 各位看一下這個99頁這一段的第三行 Democracy does not always equal freedom 那麼民主並不永遠的等同自由 那麼選舉 就算是一個所謂自由公平的選舉 但是也常常會產生一個可能對人民的權力 是產生迫害的一種政體 甚至政府的權力是不受節制的 我們剛才說過 這就是所謂的不自由的民主 它就是透過表面上相對而言 還算是有競爭性的選舉選出來的人 但是它也可能是做一些迫害人民基本權力的一些行為 那麼所以說民主本身 那麼到底我們該如何來看待 這是特別值得我們要來思考的一些問題 其實民主本身 各位看一下98頁最後兩行 這個字本身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古希臘這個字最早的來源 民主這個字就是從people跟government 這兩個字所合在起來的 好這個democracy demos這個字就是這個所謂的people的意思 就是人民的意思 那這個cracy的意思就是所謂government 就是治理的意思 就是由人民來治理的一種政體 好這個叫從這個古希臘時期 最早的這個字的概念 可是很有趣的是 一直到19世紀以前 這個democracy這個字呢 並不是具有太正面的意涵 往往都代表一個負面的意涵 並且在19世紀以前民主這個字呢 往往它所代表的 反而是一種所謂的暴民政治的一種概念 好一種所謂的這個暴民政治的概念 各位看一下99頁的第二行 所謂的mob rule 好如果各位翻回前面的61頁的classic work 好我們上學期曾經討論過 好這個所謂的這個古典的 好這個這個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 亞里斯多德 他最早的對於政府體制的六種分類 好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最右下角的 好就是由多數人所治理 但是卻是一種所謂的corrupt form 好就是一個比較腐敗的好這個 一種不好的一種形式 那麼就是democracy 所以即使在亞里斯多德的時代 他六種體制的分類方式下 對於democracy這個字呢 基本上也是擺在比較負面的一種意涵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 從亞里斯多德已降 一直到了19世紀 雖然他的原始的這兩個字的意涵 就是從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 呃 由人民來治理國家 但是這個字其實在最早 並不是一個太正面的意涵 但是到了19世紀 我們說過經過的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到了現在似乎已經成為全世界 絕大部分的國家所共同追求的一種 一種治理的一種這個 這種這個形式 那麼這是民主的一個簡單的一個發展 我們剛才說過呢 民主它是一個代議民主為主的一種 運作模式 雖然所謂的直接民主 好在很多情況下 是有可能實施的 但是它並不是一種正常的一種現象 而是只是一種少數的特例 各位看一下99月的第二段 好比如說 在美國 這種所謂的直接民主 在某一些州裡面 好往往會透過 所謂的referendum這個字 好對一些地方性的一些議案 來進行表決 似乎是一種直接民主的一種形式 但是這種真正的直接參與式的民主呢 終究它只是一些少見的個案 大部分的情況 大部分的決策 仍然是透過代議民主的形式來做的 這邊有一個字呢 我們特別要進一步的說明 叫做referendum 好我想在這邊 我們做一些進一步的補充 談到誰的referendum 其實呢 我們中文很難翻 你可以發現 在我們台灣 有一些學者在談論這個字的時候 公投 比如說我們前一陣子很流行 談到公投法 公投 現在最近又在倡議 比如說核四要不要公投 那個公投 英文怎麼講 就叫referendum 可是事實上呢 往往呢 如果我們分為說 我們說人民基本的四個政權 這大家都很熟悉嘛 選舉 罷免 創制 副決 選舉就是election 罷免叫recall 創制叫initiative 然後呢 副決叫referendum 所以呢 副決 請注意 副決的副是這個副 好 我稍微跟同學說明一下 在台灣目前使用的方式 這是蠻混淆的 但是我想政治系同學 必須要做一個清楚的一個了解 如果說 我們所說的選舉罷免創作副決的話 副決的英文就叫referendum 所以副決 各位看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副決的意思就是說 由人民再一次行使投票權 在代議機關 代議機關已經做了決議之後呢 由人民再一次的對代議機關的決定 再一次表示他們的意思 這個叫referendum 叫re 對不對 再一次的投票 這個叫副決 那initiative叫什麼 創制是什麼 就是代議機關還沒有制定的法律或政策 由人民主動的提出來 要求代議機關做 這個叫創制 所以創制是在代議機關 做成法律之前的人民的一種主動的立法 行為 而副決是代議機關已經做了 可是人民認為說你們違反多數民意 所以人民要求 對你所做的決議 再一次投票 這個叫副決 比如說我們現在台灣的法律規定 憲法一定要副決 對不對 立法機關四分之三通過之後 還要交由人民再一次投票 這個叫referendum 字眼用的很精確 就叫referendum 再一次的行使投票權 但是一般來說的話 外面一般所說的公投 它的英文也叫做referendum 但事實上呢 我們如果看一下台灣的 現在有公民投票法 我們現在這幾個法律 其實應該是規範的同一個 可是我們現在分為兩個法律規定 因為我們最早所實施的是 叫做選舉罷免法 各位還記得嗎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對不對 因為在台灣早期來 幾十年來所實施的是選罷法 選舉跟罷免 事實上罷免也很少實施了 主要就是選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過去 雖然憲法裡面規定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作復決 但是過去 中華民國 只有實施前兩個 就是選罷法 選罷法 一直到後來解嚴了之後 這個就很複雜了 但是我想這個過程 各位可以了解這個背景 選罷法實施了那麼多年 解嚴了 反對黨的要求 我們還有另外兩個權怎麼辦啊 創制復決 要不要實施啊 所以呢 那時候立法院有各種版本 以國民黨的版本而言 國民黨所提出來的就是所謂 那既然有選舉罷免法 那另外一個就叫創制復決法 對不對 相對的嘛 怎麼如何創制如何復決 符合憲法的規範 所以國民黨的版本就是創制復決法 但是呢 民進黨的版本就叫做公民投票法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民進黨的概念在當時 他們所謂的公民投票 包含了創制復決之外 其實它另外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privacy 這個東西我們等一下再說 所以公投的意涵 就是由人民當家作主吧 它的法律預計是憲法第二條 對不對 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嘛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公投根本不需要法源 就直接可以制定了 根據憲法第二條可以制定 所以公民投票 但是 難道選舉罷免不是公民投票嗎 什麼叫公民投票 由公民來侵使投票 那既然你選舉 創制復決的公民投票 那選舉罷免難道不是公民投票 所以事實上這四個好像都叫公民投票 那為什麼獨獨的 你要把創制復決叫公民投票 因為事實上它代表的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意涵 當然主要是政治上尋求什麼台灣主權獨立的那種意涵等等 所以當時在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所提出來各種版本就是創制復決法 那民進黨所提出來是公民投票法 後來國民黨也有人提出 那我們乾脆弄個法律叫做公民投票創制復決法 等等各種版本都有 那最後呢當然國民黨讓步了 最後通過的版本叫做公民投票法 我記得是2004年吧通過的 公民投票法通過了 事實上公民投票法 民生教的公民投票法符合了民進黨的需求 可是裡面公民投票法裡面 事實上規定了什麼 各位可以翻翻條文 就是創制跟復決 裡面的內容就是創制復決 對不對人民可以主動的立法 這是屬於創制 復決就是這個一些人民對於 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的這個通過的法律 人民不滿意的話 經過一定的連數 可以重新的再來 again確認一次 這個叫復決 當然目前的公投法裡面 事實上包含創制復決 當然有些排除條款 對什麼租稅啊 什麼公務員的升等啊等等 是不能夠作為公投的這個項目的等等 但是然後門檻定的非常高 就像我一直批評公投法的門檻太高等等 那像前一陣子 無論是馬祖的博弈公投 或者是澎湖的公投的話 它不是完全按照公投法 它是按照離島建設特別條例的投票 因為按照公投法的話 必須要過半數的人投票 過半數的贊成 門檻非常高 那我們過去六次的全國性的公投 都是那個方式 都沒有一次過 那後來澎湖過了 然後沒有通過 馬祖通過的那個博弈條款 按照離島建設特別條例 只要去投票的人過半數就可以了 那當然去投票的 可能投票率可能就兩成三成 但是就不管 所以他們就比較 那是不一樣的標準 所以那不是按照公投法 那但是現在我們這邊進一步說明的是 既然台灣現在把公投 就是把它歸併成 就是創制跟覆決 然後事實上的話 我們把大部分情況 創制也很困難 大部分都是實施的就是覆決 所以覆決就等於公投 所以我們所有的覆決 提出來的話 大家都喊了公投了公投了 那事實上的公投 像核四對不對 立法院已經通過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求對於核四的存分 要進一次再一次由人民決定 那叫公投 但事實上那是覆決 好 那是覆決 那當然覆決還分為很多的 什麼政策性啊 什麼諮詢性的公投啊等等 可是公投當然是很複雜的議案 我們這邊就不要進一步說明 我們隨便簡單說明一下 比如說現在公投對於核四 首先要考慮問題是 誰有權力來投票 它的範圍是多大 就是你說公投影響的範圍 核四的話是不是就是由這個 金山萬里那一代的人投 你說不行啊 我們新北市的居民 就算住在板橋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朱立倫他們不是在搞 新北市來公投 那對於台北市有沒有影響 台北市要不要公投 那到底投票的範圍是 是金山萬里那幾個鄉鎮公投 那幾個區公投 還是全新北市公投 還是說要把台北市跟新北市一起公投 誰來決定誰可以公投 那基隆說我們也會受影響 那全台灣人說 核四被廢了 全台灣的電費都會調整 我們是不是也要公投 誰是關係人誰來決定 誰可以公投 其實這就是可以炒不完的問題 各位了解一下這個其實蠻複雜的問題 我不是說贊成我反對 只是說你怎麼樣來決定這個過程 核四的存廢 到底是誰是厲害關係人 誰可以來公投 但是那個叫做referendum 但是我們都稱為叫公投 可是 還有一個是很有趣的 也是我們台灣目前最混淆的 就是plebiscite 這個也叫公投 這個也叫公投 而這個plebiscite的公投 跟referendum有什麼差異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個課繼續在探討 好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我們在上課呢 談到代議民主 是今天 絕大部分的民主國家 他們所實際運作的一種 治理的形式 但是呢 直接民主當然仍然是 所謂民主政治最基礎的一種概念 那事實上 所以直接民主 目前來說 常常見到的 大概我們在很多國家也會 常常做的 就是這四種權利 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 人民直接的來選舉 人民直接的來罷免 人民直接的創制 或者是覆決某些法律 這是所謂的直接民權的實踐 但是除了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其他的時間 大部分的一些決策 是交由我們所選出來的代議士 或者政府官員 來代替我們 來治理這個國家 那麼 但是呢 在概念的使用上的話 我們也知道 以台灣為例的話 長期以來 選舉罷免 這是在台灣 已經實施了幾十年的東西 透過選罷法的規範 但是創制覆決的法律 卻遲遲沒有制定 一直到最近幾年 才通過了 是所謂的公投 公投法 公投法的內容 事實上就是包含了 我們憲法裡面所謂的 創制以及覆決 創制以及覆決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知道 因為公投 絕大部分所實施的 都是referendum 都是覆決 創制幾乎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實施的機會 所以呢 其實在國外的話 有創制的法律 國家也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少見 瑞士有 那麼美國的部分的州有 其他很多 大部分的話 所謂的公投 所謂的覆決 大概才是主要的一種形式 所以覆決跟公投 也往往在一些字面裡面 也是把兩個字 都視為同義詞一樣 所謂的公投 多半就是指的覆決 甚至很多人把referendum 這個字就直接翻譯成公投 它概念是這樣來的 可是另外一個字 我們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Polebiscite這個字 這個字呢 我們也翻譯成公投 可是這個公投的意涵 跟referendum公投的意涵 是有些許差異的 我必須先說明的是 其實這兩個字 英文字 在各國不同的實踐上 也往往是很混淆的 舉例來說 法國 法國的話 雖然是法文 但是呢 他們的所謂的 這個覆決 他也用這個字 所以法國的話 他們習慣上 都是用Polebiscite這個字 他們很少用referendum這個字 多半都是Polebiscite Polebiscite這個字呢 在有部分的國家 他根本也就是覆決的意思 但是呢 在一般正式的英文裡面 這兩個字呢 還是有些許的差異 什麼意思呢 覆決的意思主要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在既定的法律之下 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 當立法機關通過了某些法律 人民再度的行使 對於這個法律意見 這個叫做referendum 所以我們像台灣的話 你要實施 覆決的公投 你必須要按照公投法的規範 要有多少人連數啊 還經過什麼公投審議委員會的通過啊 然後呢 再舉辦公投啊等等等等 所以它是一個 在既有的法律規範之下 對於代議機關已經通過的法律 再度的行使人民的意見 這個叫做referendum 好這個叫公投 可是plebiscite這個字的公投 往往多半是用在什麼樣的情況 它是above在超脫任何法律之上的一種公投 所以呢 常常會使用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 一個殖民地 要脫離原來的殖民母國 要尋求獨立 比如說像過去的波羅底海三小國 要離開俄羅斯的 蘇聯的這個政體 要尋求獨立 比如說一個國家要廢除君主制 要走向共和 那你君主制還沒有廢除啊 共和還沒有成立啊 那你要公投 你是依照什麼法律 哪有一個國家會說 這個給予人民的一個法律 要求把自己廢掉 不會有這種法律啊 所以那樣子的公投 基本上在舉辦的時候 往往可能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 它就代表什麼樣 就代表那個地區人民的最高意識 就是有那個地區的人民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比如說決定自己的國體 決定自己未來的一個走向 所以那是在還沒有任何法律出現之前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過殖民地 要脫離母國尋求獨立 那那個國家還沒有獨立嘛 還沒有通過立法 所以它就是說 任何法律之上 往往就是一個我們剛才所說的 要改變政體 要推翻國體 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那個國家還沒有形成之前 任何法律還沒有制定之前 就是由當地的人民 做為當地的一種 所謂的最高意識的表現 由他們來直接投票 所以那是 往往是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據的 就是由人民直接來做 最高的意識的一種主權的象徵 所以那個Plebeside 往往代表的是我們所說的 一種主權的公投的意涵 常常是用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跟我們剛才所說的 按照既定法律程序之下 所來進行的人民 再度表示意見的referendum 雖然都翻成公投 但是意義上是不一樣的 意義上是不一樣的 舉例來說 台灣過去 有一位很有名的立法委員 叫做蔡同榮 各位有沒有聽過他 嘉義拳出來的 他號稱叫蔡公投 他一輩子的最大志願就是 台灣要主權獨立 他以前是黑名單 在美國建立那個什麼 我們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要推動台灣要脫離 中國大陸統治要主權獨立等等 所以這位蔡公投先生 當然也是我們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那麼一生的志向就是要公投 後來當然回台灣之後 那麼他在嘉義也當選了立委 他曾經有一度就發起 台灣要入聯公投 要進入聯合國要公投 所以他那時候發起一個就是 全省環島賽跑 其實他還蠻執著的 他那時候呢就是全省到處跑步 他也最喜歡跟馬英九一樣 他就喜歡穿個背心啊 穿個短褲到處跑 秀出他健美的身材 那麼這位蔡同榮先生呢 那時候呢 可能那時候各位還小了 大概90年代初期 到處就是穿著短褲背心 宣揚公投 推動所謂的台灣入聯公投的 他的這個理念 好 蔡同榮先生 他就穿那個背心 前後 前面他就寫了什麼 入聯公投 後面呢 英文寫的是什麼字 就是這個字 Plebesite 其實他選擇的字眼是對的 我不是說贊成入聯或反對入聯 而是說 以他的那個立場 他所要尋求的是台灣的主權獨立 尋求台灣入聯公投 所以他用的是Plebesite這個字 他如果用Referendum的話那才會笑話 各位了解意思嗎 所以他那時候就用的是Plebesite 他的選字其實是很正確的 因為他就認為我們台灣對不對 如果說要公投 那種公投當然就是超乎 Above all the law 對不對 超乎任何法律之上的一種公投 台灣的民眾 台灣的人民 來決定我們自己的命運 對不對 管理什麼法律規定不規定 所以他們所用的話 就Plebesite這個字 那當然 以目前國民黨的立場的話 當然不希望看到這個字存在 都是用Referendum這個字 等等 所以這幾個字 雖然看起來都叫公投 Referendum也可以叫公投 選舉跟罷免合起來也叫公投 Plebesite也叫公投 但事實上 他的用的地方是不太一樣 含義也有些許的差異 我說過只是目前 在英文裡面這個字的差別 但是我還會說 我剛才也談到 其實在真正實踐上 各國所使用 往往這些字也可能會用 我們剛才說過法國 可能就這個字的用法 比這個字還多 他用Plebesite這個字 也代表Referendum的意思 所以要特別注意 但大部分的話 我們政治學上 我們會告訴各位 這兩個字的意義上 是有剛才的差異性 有剛才的差異性 讓各位同學了解 但是這些 無論哪一種 這都一種 所謂直接民權的實施 直接民權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理想 直接民權雖然是我們 所說的民主政治追求的目標 但是事實上的話 我們回到課本來看 在各國實踐上的話 當然是比較困難的 那麼以美國來說的話 各位看這九十九頁 第二段這邊所說的 其實美國的話 目前來說 他的直接民權 只有在部分的州實施 請各位特別注意的是 美國一直到今天為止 立國兩百多年來 他們從來沒有全國性的公投 他們從來沒有全國性的公投 只有地方性 也就是只有州的公投 而各州 美國五十個州 對於公投的熱度 也不一樣 大致上而言 越往西部的州 越喜歡公投 最喜歡公投的州 就叫做加州 然後呢 到今天為止 美國還有非常多的州 從來沒有舉辦過公投 所以這是各位要了解的情況 公投並不是普世價值 我們所謂的公投就是 所謂的創之復決 這不是 以美國來說 第一個他沒有全國性的公投 第二個即使是各州的話 其實各州的熱度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那 當然第三個 在台灣實際上辯論的話題 是叫什麼 公投綁大選好像不太對一樣 事實上在美國 一定是公投綁大選 他們的公投幾乎都是選擇 大選當天 好我們以前說過 像去年 2012年11月6號 這是11月第一個 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 除了要選總統 選眾議員 選參議員 許多的州要選州長 州的眾議員 州的參議員 還有各式各樣的公投案 加州的話 一般來說 加州每次都十幾個公投案 對不對 各種公投案的投票 所以他們一定是利用 選舉當天一起舉辦 副決的公投 所以公投綁大選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才會提高投票率嘛 你單獨舉辦公投誰去投啊 沒有人會去保育投投票 所以基本上 一定都是連在一起 當然也節省成本了 那台灣說 一天到晚擔心什麼 民眾搞不清楚啊 可能會投錯了 我覺得那太低估民眾的這個判斷 我們對不對 你看看2014年馬上要七合一耶 但是我 七合一是一個 各位知道我們2014年 明年要七合一選舉嗎 但是沒有真正投七種 最多投五種 但是民眾也要面臨一個 有史以來投票最多的情況 我們有七種選舉 要在2014年年底 應該是12月初要舉行 這是我 以後台灣選舉已經統一了 也比較好 就是兩年一次地方性選舉 兩年一次全國性選舉 所以我們2014就是地方性的選舉 2016就是全國性大選 2018地方性的選舉 2020就是全國性選舉 以後台灣不會每年都選舉 兩年一次 好這樣我們政治系 工作機會又少一些 那麼 打工機會 2014的我們選舉 我們所謂地方性的選舉 包含什麼 什麼叫七合一 直轄市市長 直轄市市議員 縣市長 縣市議員 鄉鎮長 鄉鎮市民代表 還有村里長 總共七種 可是對於直轄市 如果你住在六都的話 直轄 現在是六都 六都的話 你只有投兩種 對不起 投三種 就是 比如說你住台北市的話 2014年如果你有投票權的話 說不定在座 住為第一次行使投票權 你會選 市長 市議員 以及 里長 三種 市長 市議員 里長 那如果說你住在新竹縣 你會選五種 你會一次拿到五張選票 那五張選票應該出不同顏色 可能紅橙黃綠藍 對不對 五種顏色的選票 你要選縣長 縣議員 鄉鎮長 鄉鎮市民代表 以及村長 或者是里長 所以最多五種 沒有到七種 但是五 或者是三 這是2014年 我們所謂地方型的選舉 那到了2016年的話 就是全國性選舉 我們就會投三張選票 選總統 然後區域立委 還有全國部分區代表的立委 會有投三張 所以未來的話就是 投三張或五張 以及另外投三張 這樣子來選 全國性跟地方型 我們會分開來選舉 那所以我們剛才說過 像美國的話大概 一般來說公投就是跟這個 大選一起來舉行 那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台灣 下一次也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比如說前一陣子 蘇貞昌就曾經提出來說 2014跟我們再來一個公投綁大選 就是把核四公投一起綁這個選舉 後來被這個民進黨其他人罵白木 他現在又不談這個問題了 我不曉得 他們有一些策略考量 就是他們不希望 公投核四跟他綁在一起 因為可能會影響到選情等等 那麼 反正現在這個問題 所以2014的話會不會 會不會來這個 另外的公投案提出來 目前還看不太出來 說不定過一陣子 什麼美豬案 又鬧得沸沸揚揚 再來一個美豬案公投 怎麼樣 那這個 所以呢當然這個直接民權的話 我們一般來說還是一樣 就是選舉罷免會行使的比較多 那創制覆決這種公投案的話 即使以美國來說的話 也是非常少見 那麼另外一方面的話 在美國的話除了所謂各州 有所謂的直接民權之外 另外就是比較常見的就是像是 像是過去的古雅典時期 或者是像美國現在的 英格蘭 美國的新英格蘭區 還有一些所謂的Town Meeting 一些所謂城鎮大會 城鎮大會的方式 一個小 美國很多的小城鎮 就是幾百人嘛 就是可能有個重大的 案子要決定了 對不對 我們這個城鎮 有一個財團要來這邊 蓋個遊樂場 我們要不要同意他來蓋 可能鎮長 就把所有的人 全城鎮全部召集起來一起開會 大家集合一起開會 幾百個人一起討論 那種叫Town Meeting 這個在美國的 英格蘭地區常常辦這種事情 但那也是小城鎮才可以辦 你如果幾十萬的城市 就不太可能辦這種事情 那麼這個在瑞士也常常出現 那麼這大概是屬於比較常見的 所謂的這個直接民權的這個方式 那目前來說公民投票 大概全世界行使最多的國家 就是瑞士 並且瑞士的次數 比幾乎其他所有的國家加起來都多 瑞士是實施公民投票 非常非常多的國家 就直接民權 創制覆決 那除此之外的話 第二多的我記得應該是 義大利 然後澳大利亞 大概這些國家是比較多的 那在很多國家非常少見 非常少見 英國 英國到現在呢 公投 全國性的公投只實施過 兩次 只實施過兩次 那日本還沒有實施過 全國性的公投 雖然他們有這個相關法律 可是從來沒有實施過 台灣 我們後來居上 我們一口氣就實施過六次 對不對 沒有一次過 這是我們每個國家的狀況不太一樣 英國兩次公投很有趣 英國兩次公投 是1970年代 那個叫做諮詢性的公投 只是給國會做一個參考 就是是不是要加入歐盟 當時還叫歐洲共同市場 歐洲經濟體 後來通過了 當然國會就可以有很大的這個 後盾對不對 那麼民眾支持嘛 就加入了這個歐盟 這是諮詢性的公投第一次 第二次的公投是兩年前 現在三年前 2011年兩年前 五月 英國舉辦的第一次 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投 就是是不是要改變選舉制度 把幾百年來實施的相對多數決制 改成選擇投票制 就是投票結果沒過 這是第一次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投 這也是英國有史以來第二次的公投 最近英國首相 宣稱他明年度 將要舉辦第三次的公投 現在還在英國高度爭議中 就是英國要不要退出歐盟 當然這是很爭議的事情 那現在還在討論中 但是英國首相已經宣稱 明年他們準備舉行這樣的公投 如果他們執政的話 所以這是一個蠻爭議性的話題 但是英國其實公投也不多啦 也不多 只是各國中 因為我們說過公投其實非常非常複雜的案子 你的文字要怎麼寫 然後我們說過投票的範圍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有趣的議題 這以後我們有機會再來討論 好我們現在回到課本第99頁 那麼99月最後一段 所以我們剛才經過一些討論呢 好直接的民主 往往因為它的size factor 它的所謂的這個規模的因素呢 會非常困難 所以規模因素就是說土地啊 人口啊 對人口太多 其實要直接民主 會是蠻困難的一種這個事情 那麼所以呢 中央政府 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的各種決策 好雖然說要按照所謂多數民意 但是事實上按照直接民權的話 是沒有辦法運作的 代議政治呢 變成唯一可行的一種 所以我們就看到最後兩行 這個only workable system 代議政治雖然不如直接民主 但是無論如何 在今天的話 它是一個only workable system 一個唯一可行的一種制度 所以目前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實施所謂的代議民主 好請各位分到100頁 那什麼叫民主 好到底什麼叫民主 那麼當然這個定義是非常難下的 現在的民主 好各位看一下100頁 這邊所說的 從不同的層面 我們都會給予它不同的一些定義 或樣貌 那麼按照 一位政治學者的Lipset和李普賽的說法的話 我們就這邊套用李普賽的說法 今天所謂的民主呢 基本上它代表兩層意涵 好各位看一下100頁的第二行這邊所說的 按照李普賽的定義的話 基本上所謂的民主呢 它是一個political system 民主呢 基本上它是一種所謂的政治制度 而這個政治制度是怎麼樣呢 它是supply regular constitutional opportunity for changing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民主呢 它是一種政治制度 在這個政治制度之下呢 提供定期的一種憲政機會 來改變政府官員 就是人民 當然這是最基本的民主的政政議台 就是選舉式的民主嘛 人民定期的 我們有權力來決定 誰來統治我們 我們所選出來的人 不見得是最好的 你可能選出來之後 馬上就很討厭他 整天罵他 你知道 你再過四年 你有機會再一次做選擇 人民定期的 有機會 變成這是憲法所賦予的機會 來決定主政者 它是一種這樣子的一種政治制度 這是叫做民主 這是第一層意涵 它是一個political system 而第二層意涵是什麼呢 它同時呢 這一點各位比較常容易忽略的 它也是一個social mechanism 它也是一種社會機制 所以它不僅 一方面呢 它是一種political system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它也是一種所謂的social mechanism 它是一種社會機制呢 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 允許最大可能的人 就是人民呢 可以透過候選人的選擇 來影響主要的決策 就是我們說過 它是一種政治體制 可以來決定誰來統治 同時它也是一種社會機制 可以讓盡可能的 讓最多數的人來決定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策 對不對 核四要不要等等 我們可以由人民來決定 所以它也是一種社會機制 來集體的表現多數人的一種觀點 所以呢 事實上民主呢 它是同時的具備這兩層意涵 它既是一個political system 來決定政治權利的歸屬 同時它也是一種social mechanism 能夠讓這個社會的人民的偏好 集體的偏好 能夠匯集起來 那麼這樣子的一種 所謂的政體 我們稱為民主政體 當然這邊所謂說的 這邊特別還提到的 所謂的constitutional 所謂的憲政的機制 憲政的意思 就是我們都很了解 就是政府的權利是有限度的 那麼這是根據李普塞的一個 對於民主政治的一個涵義 包含了政府體制 包含了社會機制的兩層意涵 那今天我們所謂的 代議民主 基本上說起來 具有哪些重要的特徵 這是我們對於民主做更深入了解的 必須要了解的部分 那麼各位可以看一下 從課本第100頁到第103頁 這用藍色的寫理字所標示出來的 就是我們這本課本裡面 它對於我們今天所談到的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所謂的代議民主 所應該具備的哪些重要的特徵 一一的列在這邊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也對於這幾個重要的特徵 這都是我們政治局 非常重要的部分 來做一一的檢視 代議民主的重要特徵 但是我說過 這些重要特徵 雖然列在這邊 總共列了 有這個十項 但是呢 並不是說 一定要全部達到這十個標準 才算是民主 我們剛才說過呢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的話 可能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都敢說百分之百都達到 它還是只是一個方向 或者說一種光譜的概念 就是越靠近這些標準的 這些特徵的 越是我們被認為是民主國家 但是很多標準 我們剛才所說的像政治平等 這些很多原則 其實沒有一個國家敢說百分之百的達到 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做進一步的討論 只是說這些 是我們所追求的 所謂的民主政治的一些重要的指標 每個國家都希望朝這些方向去努力 但是未必是全部達到了 才可以稱為民主 否則的話 真的全世界沒有什麼民主國家存在 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概念 那麼 這邊所列舉出來的標準呢 都蠻重要的 我們一個一個來加以檢測 所謂的代議民主的重要特徵 第一項就是所謂的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所謂的popular 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 popular 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 我們姑且白分之要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accountability這個字呢 其實這兩年來蠻紅的 這是政治學上一個蠻重要的關鍵字 尤其是對於公共行政的同學 但是這幾年我們accountability 在台灣我們多半翻譯叫做苛責 苛責 那麼什麼水平的苛責啊 垂直的苛責啊等等 公行的同學應該會時常接觸到這個字 如何能夠對於行政官員能夠有所謂苛責等等 或決策有所謂苛責 那這邊基本account accountable就是負責的苛責的這個概念 那麼就是如何讓政府能夠對人民有所謂苛責 那麼這是我們所說的民主政治的第一個重要的這個標準 那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如同課門這邊所說的 民主國家它的決策者 必須得到選民的多數支持 那麼它的領導人必須對人民負責 換言之所說的做不好你就下台 透過定期的自由的選舉 那麼來決定未來政權的歸屬 就是政府本身你必須定期的接受人民的檢驗 人民定期的可以決定 我們要把治理的權力交在誰的手上 或交在哪一個政黨的手上 這是所謂的一般來說我們所說的民主政治第一個重要特徵 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怎麼樣負責 當然最重要的我們所說的垂直苛責 就是透過選舉 透過定期的選舉 讓人民可以來做最終的決定 誰來掌握這個執政的權利 那在選舉方面 那麼我們這邊特別注意的是 在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一些規範 好比如說以美國來說 它是所謂的Regular Election 它是一種定期的改選 好我們都知道 以美國來說我們上學期也介紹過 他的總統任期是四年 眾議員任期是全世界最短的兩年 對不對 參議員任期是六年 無論是兩年四年或是六年 他必須定期的讓人民重新的做選擇 好這是所謂的Regular Election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呢 好比如說 英國 他是讓人民有這個 Certain Maximum Time Time Spam 就是在一定的最長期限之內 他必須要重新的讓人民檢驗 在英國就是一樣 英國因為他實施內閣制 我們都了解他隨時有可能怎麼樣 解散國會重新改選 但是英國仍然規定最長幾年 五年 最長五年 也就是說你有可能兩年可能三年可能四年 國會就提前解散了就重新改選 但是如果說這中間都沒有解散國會的情況發生的話 最長五年到了就要選 所以英國的話 它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改選時間 但是最長不得超過五年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 所以一種是像美國的是定期改選 Regular Election 不能夠提前 你不能說總統任期四年 做了兩年就要再下來 不行 當然他的好處就是任期保障 對不對 他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施政 對不對 像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基本上 我們是定期的 無論是立委 立委當然有可能是解散立法院重新改選 但是總統任期是保障 除非是被罷免或彈劾 否則的話總統 像馬英九 不管多麼喜歡或不喜歡他 那麼他就可以做完 做到2016 對不對 對很多人而言的話 你還是忍受他到2016 無論如何 他是定期的一個任期 這是跟美國一樣 那現在英國的話就是五年 最長五年 但有可能提前 有可能三年四年 甚至很多的首相 會選擇最適當的時機 來重新改選 對他們最有利的時機來 這是一種政治考量 這是一種狀況 那麼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當然這邊也提到 我這邊說明一下 很多的國家對於連任 也會有不同的規定 大部分像以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都是走美式的作風 就是我們都是最多連任一次 可是各位了解 我們所謂的連任 最多一次的規定的話 我們學習美國的 美國當然也是二次大戰之後 才對於總統有這樣的規定 過去是一種慣例 因為這個 這個 華盛頓跟傑浦遜 樹立了總統 只連任一次的慣例 一直到羅書福打破了 做了四任 所以羅書福死了之後 又趕快修憲 變成只能夠連任一次 就是最多八年 台灣目前的話 在行政首長部分 我們也大概如此 也大概如此 那麼 所謂行政首長部分 就是說 從 鄉政長以上 鄉政長 縣市長 直下市市長跟總統 這些民選的首長 都是最多連任兩屆八年 可是各位注意 就是說 全世界的話 大概對於民意代表的部分 多半都沒有任期的限制 所以說 無論是美國的眾議員 參議員 或者是台灣的鄉政市民代表 乃至於立法委員 我們都沒有連任幾屆的限制 當然有一些 政黨會自行規定 比如說國民黨 過去曾經有內規 不分區立委 最多兩任 可是 上一次碰到王金平 就打破了 因為王金平做了第三任 不分區立委 後來大家解釋 就是因為他是 立法院院長 這個職位很難被取代 所以就讓他繼續做 就打破這個規定 但是基本上說起來的話 法律的規定的話 包含台灣在內 所有的民意代表 都沒有連任的限制 可是這個其實有一些爭議 什麼樣的爭議 民意代表要不要有連任限制 既然 你說政府官員 怕他做太久了 可能這個 會有貪戰忘法的事情 對不對 貪污啊 舞弊啊等等等等 但是民意代表呢 其實在美國這些年來 一直有爭議 許多的州陸陸續續 也通過一些法律 限定民意代表的連任次數 舉例來說 有些州通過眾議院 眾議員最多連任十次就換人 十次就二十年了 參議員一任六年 最多連任三次 十八年也該換人 可是有一些州沒有通過 有些州有通過這樣的規定 那台灣需不需要有 其實也是值得思考 我們要不要對立法委員 做一些限制 用七連任 八連任 九連任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一方面的話可能 他勢力越來越龐大 對不對 在立法院裡面 根本沒有人撼動得了他 第二個事實上也阻礙了 也可能阻礙了 他的選區裡面 其他的年輕一輩的人的 參政管道 反正他永遠都他當選嘛 別人也標選了 所以其實這是有一些可以討論的 像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眾議員試試 有些人幹了三四十年 他的選區裡面 根本沒有人可以跟他競爭 事實上在美國眾議員裡面 做了兩三任之後 就很難被擊敗 那其他人都標選了 所以這個情況其實是值得討論的 但是目前來說 普遍的趨勢是 對於國會議員 大致上都沒有 都沒有限制 那以後需不需要有 其實這是一個政治學 一個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說 各位可能沒有注意到 台灣的民選的首長 行政首長 事實上有人是可以 不受連任限制的 是什麼 村里長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才所說的是 鄉政長以上的行政官員 是兩任八年 村里長是沒有受到限制的 所以可能你們家的里長伯 可能已經做了一、二十年的 有 很多這樣子的 所以這很奇怪的情況 我們台灣就有 村里長是沒有受到連任限制的 好 那 但是民意代表部分 一向都是 沒有受到任何的連任限制 好 這是一個我們就是 要知道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這會不會影響到 所謂苛責或負責 其實從 比較高層的民主政治的角度 來考慮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有一些 爭議的一些空間 另外呢 在其他國家的狀況 也讓同學們了解一下 還有很多國家有不同的規定 舉例來說 最近剛剛舉關過大選的韓國 韓國的情況是怎麼樣 總統一任五年不得連任 所以任何的總統 從韓國第六共和開始 從這個盧泰瑜開始 盧泰瑜 金永三 金大忠 一致 這樣下來 每個人都是五年 現在新的總統 韓國產生第一位的女總統 對不對 那麼補錦慧也是五年 所以這個制度只做一任 到底好不好 這是一個極端 連連任都不準 就是給你五年 當然好處就是 你可能心無這個旁駛 對不對 沒有連任壓力 你就可以完全的盡全力衝刺 為了歷史留名嘛 對不對 那有人說 那就我們一任 以後也沒有機會 那趁這一任就多撈一點吧 當然就不同的一些說法 就很多人的第二任一樣 所以當然它的好處 壞處其實當然各個國家 有當時的時空背景的考量 會不一樣的一種考量 所以韓國目前是規定 就五年不得連任 另外一個極端是什麼 另外極端是法國 法國的總統過去第五共和 從1958年開始 他的總統任期是七年 並且請各位注意喔 沒有連任的先知 七年一任已經夠久了 但是從1958年的 這個戴高樂到現在 只有一個人是做了兩任 做完的 就是密特朗兩任14年 一口氣做了14年 哇實在太久了 然後呢 他卸任之後不到一年就過世了 密特朗做兩任14年 但是如果他真 因為他那時候1995年 已經發現得癌症了嘛 他如果沒有癌症的話 會不會做第三任 誰也不曉得 如果第三任再做下去 21年 天哪 對很多人 從小出生就是密特朗 等到大學快畢業還是密特朗 但是密特朗只做兩任啦 但是呢2002年 因為法國修憲嘛 那只是為了要縮短 那個總統跟國會 可能產生 那個所謂的分立政府 或者是所謂那個共治的情況 所以法國總統 從2000年公投 然後2002年開始改成五年 所以目前的法國總統 是變成五年一任 過去是七年 現在是五年 但是 憲法裡面仍然沒有規定 法國總統的任期限制 所以理論上 未來還是有可能 法國總統五年 十年 做十五年的也有可能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從第五共和到現在 還沒有法國總統 會做到第三任 這是給各位做一個說明 所以這是兩個極端 一個是像韓國 是從來不准 根本就不准連任 一個是完全沒有規定連任 的狀態 那目前我們說過台灣的話 除了 村里長之外 大致上 就是按照美國的方式 就連任一次 連任一次 當然這中間還是有一些法律糾紛啦 像各位可能了解 前一陣的竹南鎮的鎮長 有沒有 那麼他的連任一次的話 算不算等等 後來被取消了嘛 第三次做就被取消了 他說中間有 有這個 有這個 去做立委又回來 這樣算不算等等 其實還有蠻多一些狀況 像我們 我住台中嘛 台中市有個市長 叫做胡志強 他以前是直轄 就是台中市沒有改制之前 他是台中市那時候算省轄市嘛 對不對 他做了市長 那麼做了八年 做了八年市長 因為台中市升格直轄市 為了配合直轄市選舉 所以那次的市長選舉 延了一年 所以他又做了一年 變成九年了 所以台中市他做了九年 九年之後呢 因為台中市改制 所以他競選 台中市第一屆的直轄市市長 又當選了 又做了四年 所以已經十三年了 那現在大家一直在問他 你還不要競選連任 他如果再選上的話 再四年 十七年 這也是可能也創下台灣地方自治史 一個蠻特殊的紀錄 但是他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之前叫做省轄市 現在叫直轄市 可是不曉得這種說法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他已經做了第三任的市長 並且是十三年的市長 他再做的話就是十七年 那 不予置評 那麼 所以這個 這個在台灣 因為我們有改制的問題 所以會產生一些 像胡志強這樣子的狀況 那當然也有說 像康世如那種 做了一般又被取消的這種情況 都有 這都跟連任限制有關 但是我只是告訴各位 像國外 像法國根本就沒有連任限制 但是也有只能做一任的這種各種不同的狀態 順便講到這邊提醒各位一下 法國跟韓國 我們剛才說過做這個總統 一個有連任 一個是完全不準連任 可是他們有一個相同的地方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副總統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聽過法國副總統 沒有 韓國有沒有副總統 沒有 韓國就不僅會一個人選啊 選上了之後他就任命一個人當總理啊 為什麼要副總統 法國韓國沒有副總統會怎麼樣啊 萬一總統不能夠因故不能事事的話 那就總理來代理就好啦 那我們多個副總統幹嘛 總統不能因故事事的話 那行政院長代理就好啦 那搞一個副總統的那邊 每天等總統死 也蠻奇怪的 對不對 或者像我們之前一位 某女性副總統 自吵自己是深功怨婦 對不對 蠻奇怪的 所以這也是 其實你們可能沒有想過 其實你可以發現世界各國 不是一定要有副總統的 美國的一位副總統他自己說 他認為全世界有兩樣最沒有擁有的東西 一個是人類的盲腸 一個是美國的副總統 所以為什麼要副總統 其實這也是很有趣的一個話題 當然副總統理論上是相助 對不對 相助總統 可是你要相助多少只是看總統的授權 美國歷年來副總統 美國歷年來副總統 往往都是怎麼樣 有些總統非常信任他 比如說那時候的克林頓非常信任高爾 他就給高爾做很多實質性的工作 負責很多重要的一些東西 可是有些總統和副總統根本就是心同水火 那完全只是為了選舉的時候吸票的工具 選完之後就把它丟到一邊打入冷宮 從此不想往來 美國大部分的總統 副總統是屬於後者 甚至還有傳言對不對 以前的甘乃迪跟詹森 還聽說甘乃迪被詹森幹掉了 對不對 等等各種傳言都有 那無論如何的話 總統副總統其實是很有趣的話題 那台灣需不需要 我們為什麼搞一個人 然後每天給他那麼多薪水 然後每天在那邊不知道幹嘛 然後每天就是相助總統 然後有些總統可能會讓副總統做很多事 現在李登輝就蠻信任那個李元柱的 其實李元柱負責當時國民黨內很多修憲 還有提名的重責大任 那顯然的陳水扁跟呂秀蓮之間的關係 就不像李登輝跟李元柱之間的關係那麼和諧 所以其實每個狀況不一樣 那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一種互動關係 蠻有趣的 我只剛才提到法國和韓國想到 這些國家就沒有副總統 這些國家照樣可以運作得很好 其實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回到課本這邊所說的 那第一個重要特徵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 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當然這牽涉到誰任期的一些規範等等 這其實都是民主政治 我們雖然有點輕鬆的說 這是蠻重要的一些機制性的一種設計 第二個 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徵 所謂的political competition 所謂的政治競爭 所謂的政治競爭 就是指的選民他必須至少要有兩個選擇 要有competation嘛 你沒有competation的話 根本不叫民主啊 所以呢你至少有兩個可能的選擇嘛 也就是說你的選票上至少要印了兩個候選人 或兩個政黨的名稱嘛 人民有選擇的機會嘛 對不對 我們實際上說為什麼中國大陸他雖然有選舉 但是沒有人會說他民主 因為基本上就是沒有political competition嘛 你有選舉啊 選票上全部都是共產黨 對不對 連現在 比如說我們現在最基層的選舉 在中國大陸有開放民選啊 可是呢 就算有差額選舉 可是呢 所有都是黨提名的 所有的候選人全部都是共產黨 對不對 你現在 英選五名 有七個候選人 你可以選五個 有兩個會落選 可是這七個都是共產黨 你選上五個也是共產黨 那什麼意義呢 你選不選都一樣 當然現在還可以允許有些人可以獨立參選 可是獨立參選受盡了各種打壓 要立在選票上幾乎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沒有競爭 所以我們說過民主政治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競爭 像台灣過去 解嚴之前 很多都是所謂同俄選舉 對不對 然後選縣市長 就國民黨提名一個 然後沒有人競爭 就他一個人 得一票就當選 那這種話就基本上沒有意義嘛 所以一定要有競爭 當然競爭往往就是政黨之間的競爭 才會使得所謂民主政治它有意義 可是呢 值得有趣的話題是 各位看一下這一段 美國 這個作者自己批評美國的狀況 美國看似兩黨競爭 但是事實上 多數的議員是沒有競爭對手 好這個問題是蠻嚴重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 美國現在眾議員跟參議員在很多因素影響之下 有個很重要因素就是我們以後要談到 可能今天沒有時間 叫做Gerrymandering 潔力榮源 美國大部分的州 大部分的選區 因為長久的 潔力榮源的狀況 使得每一個政黨都有他的所謂的 鐵票區 某些選區永遠民主黨當選 有些選區永遠共和黨當選 如果各位注意到去年 比如說2012年總統大選 你會發現在美國 事實上我們所謂的Swing State 搖擺州有沒有 就那麼五六個 超過40個以上的州 勝負早已決定 就是你說加州 一定是民主黨的嘛 共和黨從來沒贏過嘛 那有些州是永遠共和黨贏 所以根本不用選 那個州一定是某個黨贏的 這叫競爭嗎 看起來好像有兩個候選人競爭 可是他永遠贏啊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 民主政治應有的現象 那台灣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說北藍、南綠 對不對 那台北市永遠國民黨贏 民進黨永遠贏不了 民進黨永遠都 自豪他們的民主勝地 其實民主勝地 不竟然是一個好的字眼 代表就是一黨獨大 其實在美國很多州都是一黨獨大 所以看起來好像兩黨競爭 可是真正有競爭的選區並不多 在美國大概已經只剩下10% 400多個眾議員 有加近400個是已經篤定當選 每次就那幾十個人 幾十個選區在競爭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真的民主 有沒有符合所謂的 political competition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一段最後一行 所以他自己說 Even the United States is less than fully democratic 結果連美國本身他也認為 並不是一個真正的 一個完整的一個民主 因為就是說 因為在美國事實上 很多的選區事實上根本缺乏競爭 如果連美國都如此 英國也是一樣 英國650幾個國會議員的選區 我們也知道有些選區一定是保守黨 有些選區一定是工黨 你說北部蘇格蘭地區的一些那種工業 那種煤礦區 工黨百年來都是工黨當選的 所以英國實際上會怎麼樣 把他們一些重量級的人 指派到他們的所謂的鐵票區去參選 一定選得上 這在英國也很普遍了 在美國也是也是如此 台灣好像也是如此嘛 對不對 你說選五都直轄市 民進黨好像沒有什麼 要去台北市選 西北市選 可是台南或是高雄的話 民進黨都真的很兇 國民黨是一樣 每個人都正在台北高 西北市選 然後誰要去台南選 就當炮灰 所以這個狀況其實 並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當然這個東西其實在制度因素上 在制度因素上呢 會有一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這一段 各位看到倒數第二行 叫做Jerry Mandry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學的東西 這個制度現在的影響呢 會影響到我們所說的政治競爭 那麼Jerry Mandry我們中文多半翻譯成 捷利榮源 什麼捷利滿德 什麼選區割裂 反正各種各樣不同的翻譯法 但是呢 它在美國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現象 而對於台灣的未來 尤其立法委員的選舉 也會影響非常深遠 那麼我們下一次上課 就從所謂的Jerry Mandry 它的起源 它的運作開始彈器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下課 間眾多分 會影響 時間賺到 所以 你看 怎樣 facile 太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